今天和大家聊一下经典AI界比较火的索蕊 外国的名字 当然它也是外国的AI 粉确来说是美国的 那么索蕊究竟是什么 它到底能干什么呢 下面我就好好说说 索蕊的功能是文生视频 也就是通过输入一段描述性文字 它就可以生成一段视频 生成的这段视频和文字描述的相对应 其实在它之前就有这类AI 那为什么它比那些出名呢 这是因为第一它生成的视频更长 原来那些每次就三四秒 而索蕊最长可达一分钟 第二是因为它能实现单视频多角度 这个就相当于多机位 比如说叫它生成一座山的视频 视频里可以呈现出 从多个角度拍摄这座山的画面 当然想要得到这样的结果 你提示词得加上这方面的内容 不过熟悉AI的朋友都知道 索蕊目前还没对用户开放 索蕊的首次宣传时间是今年的2月中旬 你现在快四个月了 现在用户也还不能用 而且它什么时候正式对用户开放也没说 在索蕊首次官宣后 其他公司发布了一些类似的AI模型 用户可以用到的 尽管如此 索蕊还是没有找到对手 那么为什么索蕊还没对用户开放 就称霸文生视频领域呢 原因无非这两个方面 首先是它的实力肯定调打现在已知的同类AI 虽然它没有对用户开放 但是官方先后发过近20个视频 由索蕊生成的视频 这些视频让影视界的人感到震惊 甚至有文章说 索蕊一出真实世界不存在了 说它之所以能根据文字生成这么棒的视频 是因为它能理解这个世界 当然这个说法的正确与否还存在争议 官方不仅发布内部人员生成的视频 还邀请了好几位艺术家测试 艺术家利用索蕊生成的视频 同样很惊艳 将别的平台生成的视频和这些视频一对比 发现明显不是一个级别的 索蕊生成的视频 全面调打其他平台生成的 就算是在索蕊之后才发布的那些AI软件 谷歌除外 其他模型生成的视频的长度 已远远达不到索蕊的一分钟 甚至连20秒的都没有 这是第一个方面 实力啊 它还没对用户开放 就称霸文生视频领域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它是OpenAI的产品 而OpenAI的另一个产品 恰投机PT呢 名气更大 AI大模型的鼻祖 AI界的一哥 就连没用过AI的人都知道 因为有恰投机PT背书 所以大家相信OpenAI的实力 那么索蕊什么时候会对外开放呢 刚才我提的 关于这一点 官方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实践 网上比较主流的说法是 它的开放要等到美国今年总统大选之后 现在开放可能会被用户用于干扰选举之类的 当然啊 也可能是目前索蕊并非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 还需要打磨的地方不少 先宣传吧 目测近一年半载 也不会出现超过它的 既给自己慢慢打磨的时间 又起到了饥饿营销的效果 可谓是一举两得 美国这次大选时间是今年的11月 如果主流说法没错的话 那么索蕊今年应该就不会对用户开放 个人觉得明年有希望 一个东西宣布了 要是一年多还不能用 掉胃口的时间过长 那就很折磨用户了 也会降低它在用户心中的地位 不过从以往的经验看 OpenAI这家公司饥饿营销做得很好 它经常这么干 就是它宣布有一个产品之后 要很久才让你用 说这是网络上的东西 又不是食物 又不要运输 可以做到一发布产品就上线 他们官网还暗示GPT6已经开始训练了 GPT5早就训练好了 但现在能用的还是第四代 GPT4 而最近发布的四额 发布会上说的语音有感情 以及可以在拍摄物体时和AI对话的功能 过了20多天也还没上线 用户对这家公司可以说是爱恨交加 接着说下一个问题 索瑞如果开放使用会对哪些行业造成影响呢 大家最容易想到 也是最直接的影响是影视界和广告界 影视界本来就是靠视频吃饭的 这个很好理解 有了索瑞什么特效 科幻场景啥的就比原来好弄的多了 也节省成本 而广告界用的视频的频率也很高 除了影视界和广告界 索瑞对自媒体行业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自媒体博主有很多专门做视频的 以后有的场景就不用去现场拍了 在电脑上就搞定 当然啊 凡事都有两面性 这东西如果被犯罪分子利用 那将很危险 也就是说会对诈骗手段产生影响 总之啊 凡事需要经常做视频的领域 索瑞都将对他们造成影响 甚至不难想象与此有关的其他领域 也会连带受到影响 不过 据我在AI群的观察 我了解的这玩意儿对算力要求高 所以即便开放了 也大概率要收费 而且价格不会便宜 当然这个价格对影视公司来说不算傻 但对普通AI用户来说就不低 那么即便开放了 也不是想用就能用 再一个问题是 生成一个视频要多久呢 关于这个问题 OpenAI官方有过介绍 目前他们生成一个60秒的视频需要12分钟 要点反应时间 你不要以为文字输入进去 一提交就瞬间给你生成好 没那么快 另外 索瑞可能对电脑配置有要求 需要高配电脑 不是随便一台笔记本就可以用 配置低了带不动 当然将来也有可能出手机APP 可以在手机上用 毕竟现在是用手机比用电脑的人多的时代 最后我再说一下 除了索瑞 目前已知的文生视频的AI还有那些 我先说国内的 国内目前能用的文生视频软件 只有寂寞 寂寞是字节旗下的AI 不仅可以生成视频 还能画画 寂寞 目前免费用户只能生成单个长度为3秒的视频 每天有免费次数 会员用户每次生成的视频可以加长到6秒 次数当然也更多 我用过 但我不是设向科班毕业的 这种一次3秒6秒都用起来太没劲了 不愿折腾 现在寂寞只能在电脑上用 直接搜索寂寞找到官网就行了 除了寂寞 前段时间还有家公司宣布内测 这个是生素科技的微底油 说是可以一次性生成16秒的视频 这个长度可以 但我身边的人申请了的也都还没有通过的 很早以前还有一家做过宣传 这家公司叫七火山 他们的模型也是网上能搜到的 据说可以生成8到15秒的视频 但这个也没开放 另外还听说 北大的团队在做一个复现缩纬的项目 好像技术是搞明白了 昨天我弄完视频后还没剪辑 等晚上快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AI群里兴奋起来了 好几个群有在发视频 我一看发现这些视频的右下角有字 原来是一个叫可宁的模型生成的 这是快手的纹身视频模型 最常可以生成单个两分钟的视频 这个太厉害了 时常最多是缩纬的两倍 当然群里他们发的没这么长 单个视频只有5秒 但群里一位电视台导演说 他看了这些视频 觉得厉害的点在于视频质量高 长短还是其次 主要他理解物理特性 也就是视频内人物的动作很合理 我们的群组连意测评 并且写文章说 这才是中国第一个缩纬 所以我今天又录了这一段 恭喜快手 当然现在还没全面对用户开放 可以申请内测资格 我把申请的方法放在视频留言区置顶 有需要的请自取 下面接着我昨天录的视频 这是国内的情况 而国外的文身视频AI有PIC 魏味和谷歌 谷歌在最近的发布会上提到 他们一次性可以生成超过一分钟的视频 长度倒是超过缩纬的了 但名气比Sore差的太多了 也还没有开放使用 另外两个呢 PIC和魏味已经可以用了 它俩都只能生成四秒的视频 国内去年就有两个剪辑软件 可以通过输入文字生成视频 度假和剪影 但那种属于配素材 不是原创 度假的素材是视频 那些视频是网上发过的 剪影配的视频素材实际是图片 那些图片也是网上发过的 并不是AI原创 它俩和Sore完全不是一回事 并不是一个级别的 好了 关于Sore我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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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